这个觉得自己想结婚了吗 现在不想结了 觉得自己的生活需要一个人照料吗 随着年龄的增长 真的想需要一个人照料 所以如果找一个既把您照顾的妥妥贴贴 又不管您的人 按照您的这个浪漫的生活方式来生活 是不是最理想 是挺难 哎呀 你看发自内心的笑啊 其实说白了就是 我不退群 我保持一个单身的状态 然后我家里还有一个女人来照料我 这应该是您想象当中最美的状态 对吧 是 这就是实话了 听懂了吗 听懂了 你懂了 懂了 我看他改变我 如果改变的话 我还能继续 如果不改变的话 我得再好好地考虑 交权 结婚 对 退群 对 如果只能选择一个的话 您选择哪一个 我选择一个的话 让我当家 要得退群 你得让我管你 当然我管了你就得听我的 对吧 是这意思吧 哎呀 大姐脑子很清楚啊 来 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 丘比特问卷 这个好大哥其实就是缺一个免费的保姆嘛 以谈恋爱的名义来找一个免费的保姆 但是你也没有掩饰 我觉得这个还挺坦诚的啊 然后我看你站在台上的时候有几个特点 第一个你防备心很强 第二个你总是以一种官方的语气在说话 这位网友啊 这个群啊 我是管理员啊 等等等等 然后呢我就感觉到 您和大姐站在一起的时候 你有一些优越感 那从某一方面来看 更加显示出你对大姐之间 是没有强烈的爱 我最近在做很多的研究 常年单身之后的群体 它其实已经丧失了 建立一个独立家庭的能力 就它不是不想 也不是说它没有机会 它已经没有这种能力了 因为它太长时间单身 它其实已经不想去承担一个家庭的责任了 对 所以这也是某一种人生 而且好大哥今天也没有任何隐瞒自己 很坦诚 但是有一点我觉得是不对的 就是我发现一些现象 就是有一些本来不想结婚的人 抱着结婚的幌子 不断地去聊急于结婚的人 我觉得这个现象是不对的 但我觉得好大哥你应该想一下 如果你真的说我不想结婚 我也不想成了一个独立的家庭 你就说清楚 对 千万不要去耽误别人的时间 对 这件事情我个人觉得是不太好 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人生 告诉对方我的人生 我选择的美好的生活是怎么样的 让对方来选择 是否愿意和我同步 我觉得这是对于任何一个人 任何一个年龄阶段的人 都是最好的选择 就是这样 谢谢陆青 好 谢谢陆青老师 好先生 姜女士你们好啊 好先生就是希望那样的生活模式吗 就是希望 谢谢陆青老师